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新帅赛拉斯,让修成球迷大吃一惊,最终火箭,轻松拿下季前赛首胜。 这场比赛里,沃尔与考兴斯,这对跟舰撕裂兄弟发挥出色。 考兴斯全场,比赛15分钟,7中5,3分4中3,拿下14分5篮板,2助攻2抢断2盖帽,命中率,71.4%,3分命中率,75%效率,直级高。 在场上的移动,也很敏捷,沃尔全场,比赛19分钟,10中6,3分3中1,拿下13分9助攻,5篮板2抢断,命中率60%,3分命中率,33.3%,这两人的表现,得到了多家媒体的赞誉。 Clutch phones在推特上写道,詹姆斯·哈登在家,看到沃尔与考兴斯时候的样子,意思是哈登都很吃惊,沃尔与考兴斯,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。 因为此前外界,对他们的伤势,持质疑态度,毕竟两人都遭遇了十字韧带,撕裂与跟舰撕裂等大伤。 CBS在赛后写的评论名为,全新火箭队,沃尔,考兴斯向哈登,传达了重要信息。 沃尔在赛后采访中提到,我认为哈登,在场外看到了我们。 这场比赛让人们知道,我们可以成为一支,很出色的球队,美国媒体,是不是太乐观了? 看看埃里克·戈登的表现,他这场季前,赛20分钟,时中期,3分4中2拿下,16分3助攻一篮板一抢断,命中率70%,3分命中率50%,在场竞胜,33分全队第一。 戈登在季前赛,如同超距,要知道他上赛季场,均28.2分钟只拿下,14.4分2篮板,命中率37%,3分命中率32%,再说卡伯克洛,卡伯克洛有巴西、杜兰特的美誉,但其实在NBA,只是一个龙套而已。 他修赛期与火箭签下的,也是两年不保障合同,他上赛季,在火箭的8场比赛场,均3.5分2篮板,就是一个3加2龙套,但这场季前,赛他26分钟,3分8中5,拿下17分7篮板,一抢断3感冒,3分命中率62.5%,他都可以,拿下炸裂数据。 这说明季前赛的强度,实在是太低了,这样的一场比赛,就可以留住哈登吗?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火箭的硬实力较上赛季,没有什么增长。 老板费尔蒂塔,依旧以省钱为主,哈登想走的心,是沃尔,考星斯打一场好球,就能挽留的。 若这是一场季后赛,还好说,这只是一场季前赛而已。 多家媒体,是不是言过其实了?太乐观。文言小白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